大江山豪迈过境 守江山终篮难定 失败绝不是不可原谅 与着胜利从不是顺利成章 终于再现第三期 我们书接上回 伦敦奥运之后 林丹暂别赛场 李总伟参赛的频率也明显降低 成龙一下子显得没有对手起来 在奥运之后参加的五战赛事中 他在四战中登顶 其中的香港公外赛 是李总伟在宣布大王后的首战比赛 在竞技之路上 李总伟就坦言 竞技的状态是一场不如一场 决赛与成龙的两局脆败 打消了和接连征战的念头 这次来到香港 你是几百世界排名第一的 李总伟拿到冠军 那你这个心情是有点不同呢 我觉得因为还好吧 而成龙次月转转深圳 在决赛击败杜鹏宇 又填补上了 雨连总冠军的一块空白 多战积分累积 让他在一二年末 第二次取代林丹 达成世界第二的排名 而世界第二 一当就是两年 一二年接连的赛事消耗 与持续到一三年初的集体通讯 让成龙选择性放弃了开年的韩国 马来西亚等集赛公开赛 而巧合的是 在成龙缺席的韩国和马来西亚两战 冠军都被李总伟收入囊中 而成龙在三月的德国公开赛 再次两项国际赛场 李总伟却高华编战牌 两人的对决 似乎有意义地留到上半年 作为重磅的全英 自2010年首次获得全英冠军 李总伟也是两冠一亚在手 而成龙的全英履历 他仅有一笔半决赛 作为几乎 包揽了全英前公关赛冠军的赛会 一二号种子 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悬念的 在决赛相遇 伦敦半决赛 还迟钝半盘 被李总伟打出7比0的开局 这一次 还同样的比分 与回击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 让决赛成龙的表现 那就是稳 他让李总伟的突击 稳稳挡在近网 和投顶去的推条 稳稳压下 砸进对手的区域 而李总伟 很耐心抛高 把沙坠生 在他打连贯 在追分阶段 几乎是使出浑身解数 对付李总伟 在说到成龙的特点时 先用人提及快 这一字眼 然而 成龙这场 在速度上 不仅毫不逊色 甚至在有些回合 形成反制 强大的下肢力量 让他在防守时 稳稳扎根 在进攻时 高高跃起 18比19 用势不可挡的连续进攻 宣布自己 已然进入带跑 城墙的巅峰状态 独冠 他仍是记得万分 但在青年车的采访中 他就表达了 对于更高目标的憧憬 在结束上百年 作为重要的个人赛之后 历经短暂的休息和治疗 他要将奔赴海南 与队伍会合 为即将在吉隆坡 打抢的苏碑备战 此时 林丹也就返回队中 也随着训练 他林丹谈言 自己的经济状态 下话较多 仍需一段时间恢复 团体赛一单的中单 便自然地 落在成龙肩上 随队奔赴吉隆坡 即使是在赛前预测 像所谓艰苦的 约根森一战 成龙也是两具 轻松马下 他问天的表现 让大纳组的备材氛围 显得格外轻松 和刘晓龙闷头吃不同 成龙和徐晨 则是有说有笑 两人甚至PK起了半量 你刚刚跟成哥PK 你们谁能吃啊 你俩 我 比他能吃一个点 那他总可以 总可以 对待韩国的决赛 反而是进入淘汰赛以来 最轻松的一场 成龙一大笔分 站在李东根 让大笔分 来到了2比0 刘晓龙和邱子汉的 称神追击 让中国队及唐姆斯杯 实现五连关之后 再次实现了 苏迪曼杯的五连关 领奖台上 成龙站在队伍的最左侧 但他俨然 已经逐渐成为 这是队伍的核心 成龙的表现 让外界对新老交替 到来的预测 不断提前 8月的广州 就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 林丹历经数月的恢复训练 由艾卡参加本次广州世纪赛 林丹的飞种子身份 出现时的不随人意 时的一场内战 在四分之一决赛 就提前上演 广州天鹅体育馆 原本是篮球比赛场馆 馆内通风 才有中央空调 挺上触风 而于毛球场馆 一般要求 从观众席位下方触风 避免影响比赛 这些世纪赛 找到决赛 祖国会在选择 避免风向干扰 而关闭空调 所以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上 侧风给林丹和成龙的拉调控制 增加了不少的难度 让多个线路 因侧风偏出边界 成龙的脸上 不住肤浅懊恼 而相比之下 林丹对于侧风的适应 和调整速度 怎样好得多 两人之间的对决 容错率本就不高 而在成龙 不仅依侧风丢分 心态也颇受影响的情况下 胜利的天平 导向了调整能力更强的一方 胸尾积雷 而面如贫护者 可败上将军 心态一环的缺失 让人们意识到 对于新格局的期待 似乎已经走在了 成龙和成龙速度前面 世纪赛的压力 来自外界的预测 与他对自身的期许 但转眼半月 全运会团体赛 他都切实感受到的 是全队对于失落20年之久 男团冠军的渴望 男团决赛 他的男单一分 早被教练算个必拿一分 然而 开场一战 他竟然暴冷 不敌退出国家队多年的 江苏队老将李玉 让福建队 陷入绝境之中 最终 虽然福建队 背水一战 上下惊天逆转 他的厦门队的恩师 林江丽 望秦 亲吻 场馆的地板 但场下的成龙 内心早被失利的负罪笼罩 在领奖台上 勉强激出笑容 一想起比赛时 失误急躁 急躁失误的恶性循环 他的胸前 面前压了几块巨石 数月的时间 他都显得有些消沉 9月的公开赛 他一战退赛 一战草草出局 教练和队友 都尝试帮他减轻心理负担 但他却觉得 有些听不进去 我很感激 他们的帮助 但手小不大 我清楚 最终要靠自己 来解决问题 我们无从得知 在他的内心 从哪个时间点 对冠军的渴望 终于站上了自我怀疑 但当他 以全新的面貌 出现在丹麦公开赛的赛场 失利就已是过去时 他的决赛 再次2比0 战胜李宗伟夺冠 在次月的中国公开赛 有三局 立刻王正明登顶 使出乌云 他又在平缓的气流中 不断攀升 此后 虽然14年的全英 拜给李宗伟 无缘未免 印度公开赛 也屈居亚军 但与老对手的忽悠身负 总是评价尝试 13年中 苏卑的鼓励 与年末全运会的噩梦交织 那急需一项团体赛 来给自己一些积极暗示 14年5月 汤姆斯杯在印度打响 半决赛前的一切 都只有关胜利 这似乎预照着 这场新特利赛程 像是一场正名之战 半决赛 没了日本队 按照赛前预测 伊丹几乎是队伍 最为稳妥的一分 但开场 并有失水准的防守回球 似乎就决定了 这场比赛的走向 久久打不开状态的成龙 王口失守 给了天阳嫌疑 大量发起攻势的机会 与个人赛不同 团体赛 阿芳更亢奋 阿芳变得战局主动 而成人被动 突有防守 没有反击 会约等于空手 让出了胜利 成龙一旦失守 一双又被逆转 杜鹏宇 酷骨支撑 南京青春风暴 甚至还来不及 唱下六连冠 这次新队伍 就在半决赛 折际成沙 而这是02年后 中国队首次 五月唐卑决赛 唐卑结束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 整个男男组的 氛围都很压抑 教练组也承受了 巨大压力 因此唐卑之后 在沈阳 为哥巴哈根实行赛 组织的集训 训练量相比以往 大大增加 在成龙的印象里 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经历这么辛苦 这么严格的集训了 当世行赛的签表落定 林丹的无缘外卡 与小博退赛潮 让这些世行赛的悬念 几乎全都落在了 李宗伟和成龙 谁能问顶 自己的首个 个人冠军头衔 在晋级路上 与松王虎一战 让成龙大吃苦头 直到第三局末 终结了悬念 并在随后的半决赛中 轻取苏迪亚托 进入决赛 决赛前 马来西亚教练表示 成龙的打法并无特点 主要是靠拉调 和巩固的防守 然而 且不论 将拉调与防守 做的极致 本身就已是 无以伦比的特点 他对成龙的认识 也早已是可受求见 对比比赛中 两人的出球 和跑动线路 成龙大量的斜线 后场调动 让李宗伟的跑动 明显更多 平凡的转进网 同样实现了这一点 李宗伟所能做的 是以速度来弥补 跑动距离上的劣势 他极快的后退速度 与直奔变前的突击 与成龙的防守 与巨大的考验 但看完这场比赛 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 绝不是李宗伟的突击 有多么锋利 而成龙的防守 有多么稳健 下肢的爆发力 让他的防守范围 在正盘手 前后场 几乎是全面覆盖 再一点 李宗伟在罚球上 动了个小心思 他成龙刚举拍时 就投发了一个后场 揭发又形容被动的成龙 迅速回国身来 以一个滚往后的扑压 终结比赛 也有第一时间 冲下教练席 以球衣掩面 13年的球出满志 迟到了一年 终有馈赠 适应赛前的五位杂成 身披国旗 加上领奖台的那一刻 才得以被喜悦冲散 这些球员 没有太长的时间 沉浸于胜利 毕竟 与猫球的赛程 太过紧密 实行赛 紧连了亚运会 而在男团大名单中 成龙再度担任一弹 与卫南 李宗伟的交手 有金 但等未无险 两个3比0 中国队顺利进入决赛 又动脑出韩国队争冠 实行赛 与宋王国的苦战 似乎 早为这场比赛 埋起来隐患 在开局选择不提速 成龙原本的想法 可能是行天相持 但比赛的场面 却运发失控起来 场上了他 最后难以集中精力 与对手的节奏明显脱节 他有失水准的第一局 令人大跌眼镜的 只拿了5分 交换场地后 他终于找回了一些状态 惊险 惊险玩回赛点 刚比赛 就决胜局 然而 他的状态 显然远没有 适应赛时的出色 三局 开局 便建立了分叉 让他在追分阶段 即使再去提速 忘了松安虎的收掉滚网 还在武力挽救 其后 新组一双的失利 让中国队 陷入绝境 林丹 风鸣组合 极力 向比赛 反正而比二平 然而 本就存在巨大差距的三丹 并没有能 创造奇迹 一时间 陈龙成了媒体 口中的脆轨祸手 愚润场景的重视之地 在林丹 9月29日 每人穿夺冠 实现双拳大麻冠之后 接口出笔法 越发锋利 谅游会的失利 折射出陈龙 现阅段的困境 说起冠军成就 和排名升级 还手握 十一三冠军 还一次年底 取得雨连总冠军后 更是登顶世界第一 他身为世界第一的 缺带压力 就在于 只要不夺冠 有浮予期 更别说 这团体赛 作为一旦失利 对陈龙这一年的表现 主要练李永博 这样评价 我觉得 他的担当还不够 这一年所历经的种种 是他成长 应该付出的代价 陈龙跟我说 明年 他一定会努力捍卫 中国男人的荣耀 我感觉很欣慰 也希望 大家怀着期待 给予他更多支持 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 有2015年 先历经与维根森 打极致攻防一战 重夺全英冠军 又在马来西亚公安赛决赛 用极致的状态 让林丹也无可奈何 在年终 苏碑的插曲 让他心中再度起了波澜 按了教练组原本的设想 如果决赛 对着韩国就上林丹 如果对着日本 就上成龙 然而 虽然最终是日本队争夺冠军 教练组还是选择 排上林丹 我一直在自己的房间待着 看自己的事情 然后 教练在群里通知了一下 告诉我 还是林丹上 回忆起赛前 那晚的场景 成龙的脸上 没有太多的表情 是刺痛后的麻木 还是理解后的释然 我们无从得知 在一个运动员 闯上了表现 会为他发声 在15年苏碑 到世锦赛的几月 他又取得了 两个战争冠军的冠军 整年热得发动的状态 让他势不可挡地 向他的第二个世锦赛冠军 发起冲击 除了与安赛龙第二局的29 比30 让心途易紧 其余场次 他都赢得没有太多悬念 来到决赛前夜 成龙尽力 想让自己 想得简单些 但外界的种种声音 仍然不住地 在他耳边回响 以赛年广州输给林丹 去年的哥本哈根 是运赛登顶 也不过是因为林丹 没有参加比赛 而明天 向他上的赛纳洋体育馆 中国南丹 也有26年 为赛染池冠军 但他一转念 这跟去年的决赛 也没有什么两样 去年是对李宗伟 今年也是 只是球馆不同 区别的国家 不一样罢了 也许 是相信 在一名的魔鬼主场 率先进攻 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李宗伟 在开局对体力毫无吝啬 后场使用大量的变速处理 并提速抢往前高点 但是他的预期不同 早早亮出刺刀 并免得拉开与成龙的分叉 上半局的比分始终紧咬 成龙牢牢跟住 而在李宗伟的速度 慢下来之后 成龙的后发之人 让李宗伟一下子无从招架 而来到第二局 李宗伟要拿一分 就变得太难太难 成江般的防守范围 炮弹般的下压威胁 还坚固冷静的球路调动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在第二局的精彩 属于成龙艺人 扔下球拍如是重负 跟去年一样 成龙再一次哭了 压抑的情绪 只能在上年的时刻 随着喜悦一同流淌 他成为新千年 几零丹后 第二位 未免是领赛冠军的 男单选手 赛后 成龙在微博 写了这样一段话 从丹麦到印尼 未免的真诚 是一段记忆 一切仿佛回归原点 保持一份执着 留一缕阳光 照亮清军礼乐的路 但市凌赛冠军 所照亮的 远非终点 一转角 便又是黑暗 进入奥运年 最未免冠军 在拳议第二轮 与不敌薛松 暴乱出局 李宗伟也在这次拳议中 被首轮淘汰 拳议未免冠军 和二号种子 接线出局 是世界羽团 奥运前格局开放 不可预测性 太强的一个缩影 马来西亚公关赛 领丹 被约根森学习 成龙在决赛 被李宗伟 打出各位数的比分 不用乐观的是 到四月的亚行赛 成龙再度 不敌敌宗伟 奥运前 他遭遇了 与李宗伟 交手的四连排 2016年的汤姆斯杯 更是将成龙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八强淘汰赛 他再次在团体赛 面的松玩虎 灾难的表现 就得一单 让他在中国队 对时的最差成绩 难辞其咎 新闻发布会后 成龙匆匆离开 找到了一个 僻静的地方做拉伸 一个多小时后 他回到热神区 见到张南富海峰的一刻 满脸惬意 出球后 成龙微博 一下子涌进大量的恶评 和辱骂 他无法解释 也无法用其他场次的 稳定发挥自诊 5月19日 时落汤杯 8月21日 决赛奥运 其间九十二天 那当务之急 是不要让这些杂音 扰了奥运会的备战 那当务全队 同他场前往巴西的扳机 还清楚 这场里约的追梦之旅 已有救赎的意味 赛奥赛 明的斯里兰卡 和波兰球员 毫无包袱的对手 虽然算得上敢打敢拼 还无奈实力差距 实在过大 成龙轻松 也小组第一 进入淘汰赛 而正如 一二年的《走走木翔》 是林丹 《未免之路》上 一个时刻不及的变数 金牌的故事 绝不会平铺持续 与孙王虎一战 是主题为复仇的一招 开局 双方的多拍节奏 紧紧摇合 孙王虎 看不出来 太多的战术针对 成龙则是反复 控制孙王虎的阵手后场 好球 好球 控制之下 孙王虎的突击 完全打不穿成龙的防守 翻掉 党员网 载压进攻 好的 反击 但到了第二局 窗户的提速 将往前高点 逼出了成龙不少失误 哇 这个 没法 这个球 高球 哎呀 从他的表情中 也能察觉到 一次心态波动 不 拿住 哎呀 反击 反击 难掉 他半局 评他失误 有点一局 让我们再次 修到一次危险的气息 现在同一起跑线 比赛 他诱惠的 承诺节奏之中 再来 再来 好球 好球 漂亮 扣杀 连贯 黑铺 好球 等你下来的他 还有虎牙 再进一轮 我觉得这场球打得好艰苦 但具体打了多少分钟 不太 97分钟 97分钟 证明我们中国的实力 还是比韩国强 很开心 小赌赛出现 再来完成所谓的复仇 变了赛后的采访 成龙的态度 总是回避 他礼约 他手机关机 甚至断绝了 与亲友之间的联系 他想让自己 完全沉浸在奥运会 这个纯粹的经济环境中 龙虎斗后 是双龙会 但此时的双龙会 还只能算得上 大龙兼小龙 22岁 初登奥运赛场的安赛龙 已经基本形成 自己的一套打法 但出球还相当直白 一高高取拍 成龙便降低重心 严正以待 频发的失误 让安赛龙尽力咬住的比分 下半时被迅速拉开 而第二局则是成龙 先行提速 安赛龙能跟上成龙的速度 但却无法同时达到 及时无缕 成龙欲差欲勇 而观众旗上的单脉观众都面露蓝色 他没有让这场比赛再有什么转折 他面露平静的喜悦 收下决赛的入场圈 而在他 圆安赛龙的比赛结束之前 林里奥运的终极一战 李宗伟的胜利落下帷幕 一个国家能有两个 而不是一个希望的绝大好处 是林丹不被单肩挑起整个国家万种期待的压力 对于李宗伟 大波大赛不胜的心魔 走向奥运决赛 如果我学了两次一样 他的金牌一步之遥 不同的是 这一次一步之间横跟的是成龙 时隔四年 两人再度在奥运赛场上隔往相对 比赛的场景 也由半决赛升级为决赛 李宗伟并没有想四年之前早上提速 在开局想进入控制的局面 然而成龙并未随他一 让比赛向快结构引导 李宗伟并不怕快节奏 只是过早进入强放网 抓住机的阶段 可能与他的预想并不符合 他第一局的局限后 李宗伟又几乎亮出了他的全部底盘 然而这一阶段他自身的失误 与成龙依靠中前半场 强势的正反手抽压 反手摆脱 对他上了节奏的战术 让他的体力付出 并没能转而为分手上的优势 并且在第一局局限 教练提醒成龙 面对李宗伟紧盯往前的情况 第一天过渡球竟然要硬 要减少容易处理的软过度 而这一反制战术 在成龙的直升下相当奏效 一边在战 交替上线的比分 对于先丢一局的李宗伟来说 是不愿见到的局面 体能在不断提醒他 他也没有搏杀的资本 在第二局中断了多拍 他更是出现了出球难以到位的罕见情况 而此时注意力无比集中的成龙 不会错过每个露出的破绽 气势 此消彼长 首四个赛点 成龙仍需集中精力 抵御李宗伟孤注一致的冲击 而随着李宗伟的震受突击 飞向界外 从此前整场陷在坚毅的脸上 瞬间涌现出多种交织的情感 还球一掩面 随后倒地痛哭 这种场景给人一错觉 伦敦领奖台上 那个泪脸青涩的少年 仿佛一转身 一臣此间 意气风发的大满观得主 但比从伦敦到里约的九千二百六十四公里 更漫长的 这四年的时光 为这四年 所历经的起伏 纠结和痛苦 等待爱人激动落泪的那一刻 扯扯举起金牌的那一刻 却让观众不断高呼成龙的那一刻 无形红旗 升起的那一刻 才内心告诉自己 值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